健康资讯 养生之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LSM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健康加油站 我是高璐 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国家 全世界每一年新发的肝癌患者有62.5万 其中一半是在中国 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更令人担心的是我国的肝癌的发病率和乙肝的病毒感染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肝癌可以说是危害我国民众健康的癌中之王 又发肝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医学界对于肝癌的治疗技术有哪些新的发展呢 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著名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 廖家杰医生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关于肝癌的相关问题 全球范围内肝癌每年死亡率逐步上升 前几年的研究调查显示 肝癌每年发病率大约在60万 08年上升到74万 并且发病后50%的患者会发生重度转移 廖家杰医生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 英国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荣寿院士 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荣寿院士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廖家杰医生 你好廖医生 你好 今天我们谈的是肝癌 其实肝癌和肝脏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肝癌一般来说就是原发型肝癌 就是在肝脏里面产生的 我们英文叫肝脏细胞癌 就是肝脏细胞病癌 那么最主要导致的原因 刚刚也提到了是乙肝 现在国内饼肝也是很厉害 还有酒精性跟脂肪肝 但是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小 说到脂肪肝 其实脂肪肝有可能会转变成肝癌 是啊 脂肪肝现在其实这个问题在亚太区 尤其是中国越来越严重 对 因为之前脂肪肝 好像大家已经变成一种好像常见病一样的 或者说不是病了 很多人觉得 在外国脂肪肝多很多 大胖子嘛 现在中国人也开始富有了 大肚子很多 而且脂肪肝也是牵连到糖尿病 血质高 三高的问题 是 尿酸啊这样 所以脂肪肝也不要小看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脂肪肝会越来越多 肝癌会传染的吗 肝癌不会传染 但是乙肝为传染 基本上这个癌症不可以没有这么简单的传染 所以说肝癌如果说从它的小肝癌发展到大肝癌 因为对很长的时间 刚刚说一般中尾数的两到三年 所以普查很重要 因为肝癌的风险 从在这个数字方面来说 在香港我们发病率是 男性是40岁以后 女生是45岁以后 很少你是10岁8岁 十几岁有肝癌 还是携带者 也是不会有什么 有肝癌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你是携带者 就是S肝癌阳性的 那么你要普查也是44到45岁以后 才开始 对 要是50岁以后也可以 但是最好是40到45岁以后了 尤其是家族已经有家族时的肝癌 其实当我在我肝脏科医生已经二十几年了 最常的看过一个例子了 就是有九个兄弟姊妹 有母亲她是携带者 有九个兄弟姊妹 一个一个结了肝癌 一个一个趋势 所以基本上从前根本就没有治疗以肝的好了 那么现在可以控制病毒 这个已经可以大幅地降低这个肝癌的产生率 但是也不可以完全没有 所以还是要是产生的时候早自得好过晚自 那么所以刚刚提到这个成本很低 你做B超成本很低 现在一般做一次几百块钱而已 是 B超是现在已经是很普及的 很普及也没有肤税没有危险 那么当时当然这种普查 政府医院是不做了 因为政府医院的这个医院局的这个目标是有病材质 所以他不会做 也不应该做普查 所以他现在大肠癌各方面做这个大肠镜 都不再包括在政府医院去做 是 他鼓励你去做 但是要自己给钱 鼓励去做是医学方面鼓励你去做 对 那么但是其实从医学在医疗这个经济角度 社会的角度来看 其实普查是我们叫cost effective 就是有这个经济效益的 为什么呢 你用这个资源去普查 所产生的效果呢 远远好过于有病材质 因为有病确实是他要不断地进医院 那么还有动手术 还有活不了 还有很多化疗各方面的费用 其实呢要是早的处理掉了 比晚的处理的比较好 这个道理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是明白的 就看你做不做了 真的是不是能够引起足够的证实 理想的是社会去做的 但是我觉得社会也不可能做所有的事 我的工作态度是 一个方面是公众医疗 另一个方面是私人医疗 公众医疗是社会福利 那么一个安全码 训练 安全码 训练培训年轻的医生 因为安全码 做一些复杂的方面的医疗 比方讲肛脏移植 这四家市场很难做 因为它有很大的团队 那么也没有什么经济效益 那么应该其他的 这边私人市场 这才香港的医疗服务才是 这一次可以保持 OK 我们说到其实肛癌它也分什么 早晚中 其实就是看它有多大了 从小的开始 它一般都没有扩散 多大的时候 这个扩散的机会很大了 我们做的最简单的这种 比如超声波的这个检查 就已经能够发现 早期的肛癌都可以了 早期肛癌一般超声波都可以看到 你要是0.5公分看不到 那么一公分可以看到了吧 一公分看不到 两公分可以看到了吧 两公分看不到 四公分没有人看不到了 而事实上这个肛癌发展到 这不可能看不到 可能中期之前都是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绝对有可能 但是说到底 还是所有人都没有做 其实往往看到病人 故事还是一样 历史重演 很惨了 你跟他说 哎呀四十几岁 一般的例子 无数的例子 四十几岁 刚结婚没多久 可能子女只有几岁 你知道现在人结婚 对晚 而且我刚刚说过的大部分是男生 对 四十几岁男的 女的可能三十几 刚刚生了孩子 四十岁 所有人都敢 四十岁以前生孩子 所以这个儿子子女 可能在几岁 五岁七岁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 典型故事 这个时候特人之间肚子疼 特人之间会瘦了很多 或者开始的时候有些不舒服 但是有癌症因为要上班很忙 没办法去没时间去看医生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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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的理由 但是我这个舅舅跟外祖母 gross感市 他已经忘了 一般都是这样 然后来看你的时候 一看 所以刚刚说过了 承诺肝癌到死亡率是80%到85% 这个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明一般都是 有病症的时候才去 发觉有肝癌了 已经太晚了 所以说所谓的肝癌的可怕 实际上是在这里 而不是说真正的 你去问 你去要是你跟它解释好 这个时候 要是他可以十万岛楼三年 他死的要去做这个笔草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老早 但是永远无事是重叠 因为人的生活很紧张 所以刚刚说过了 穷的地方 刚才这个末期率越高 有钱的 这个藻子的会比较高 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地方 可能他的文明程度越高的话 他这个肝癌的发病率 或者是死亡率越高 文明程度跟生活的压力 每天要干活得很辛苦 早上六点钟 六点半就起来 小孩上学 送学 老医生 你说到其实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是越来越这样的状态 我就是刚刚这样说 但是现在没错 但是他已经生活压折 要破裂很大了 要上班 打工 那么不知道工资 工资没办法涨 房价在涨 租金在涨 那么两个暖夫复的要上班 小孩回来 还有做功课 有干液的时候 他人之间来了 那么 这个问题还要答一点 为什么了 三个月 要是末期干液 那么家庭支出 小孩很小 是 以盆自穷 以穷自贫 这个病 以穷什么叫 以贫自病 以病自贫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当年 我们世代无干言 我们想中断这个恶性循环 但是当时我们做的是 到农村去打疫苗 现在香港 应该是做补偿 中断这种恶性循环 要不是很惨 要是女的 40 小孩 5岁 7岁 老公 这样 所以说对一个家庭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我就在想 你刚刚讲到的那九兄弟 居然说一个一个都接着 这个是从前 我见过最惨的 那种母亲 差不多用倒 是啊 但是如果说知道家里 有这么严重的 这种诚实的话 还是不做补偿 还是不做补偿 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我今天上来 有机会跟你们讨论了 补偿相当重要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要自己去几百块钱一次 一年付几百块钱也不肯 怎么样要去做了 做一个B超 因为肝癌差不多中期的 不可能看不到 早期的小的可能 真的有些是让你会看不到 如果说一个人 他本身他没有这个乙肝病毒的携带 本身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他还需要做这样子的 那就可以了 对啊 所以是一小缺人唇吗 对对 所以说有这方面的这种可能性的话 还是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是的 如果说一旦真的不幸染上了肝癌 到底应该如何的治疗呢 有哪些的新的方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 会继续和廖医生来聊聊这个话题 你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健康资讯 养生之道 大家好 欢迎回到健康加油站 我是高璐 虽然说肝癌的发病率仍然是很高 但是日新月异的医学技术呢 为肝癌患者还是提供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 也大大的提高了肝癌的治疗效果 目前有效的治疗肝癌的方法有哪些呢 我们接着和廖佳杰医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 由于医学影像学 癌的局部治疗 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等的进展 人们对肝癌的认识 研究 诊断和治疗等均有很大的进步 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 提供了不少有临床潜在意义的途径 肝癌的治疗也由单一的外科 变为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 给患者带来了福音 好 我们继续和廖佳杰医生来聊一聊 肝癌的治疗的问题 廖医生其实现在肝癌 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肝癌就是一个是根治性 一个是没办法根治的 当然需要是根治性的 根治的手术切除 第二是第一 第二现在也可以通过射频 可以擦个针头探针 液探针 然后电容这个肝癌 这恐怕是在早期的时候的 早期 对 那么晚期呢 要是这个肝已经很多肝化 或者是肝癌是多发性的 也不是太多的 也可以考虑肝脏移植 肝脏移植往往现在 已经是视为一个根治肝癌的方案了 因为什么呢 要是你已经产生一个肝癌 就是小肝癌 那你一般呢 你的肝呢 都已经有肝化的情况了 这是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 再出现肝癌 就是肝癌没出现 但是另外已经有了 肝癌会复发 所谓复发其实也不是原本这个肝癌复发 是其他的地方已经也有了 因为整个肝都已经变成 很容易有肝癌 它这个炎症各方面呢 毒生和因子的磁结都已经产生了 所以呢 在很多情况底下 要是这个肝功能已经不太好 也是一个做手术最大的障碍 比方讲 一般有些病人 他已经有肝化了 他就已经出了个小肝癌 那么你要治疗这个小肝癌 你要手术切除各方面呢 可能个肝功能不够 因为一般一个肝脏 正常的肝 我们是可以切除70% 你的肝功能还够 30%够了 可以了 但是一个肝化的病人 可能他的肝功能 只有本来的肝功能的40% 那么你要再切除的时候 它就不够了 它不够呢 就有门症门压力高 做手术 肝分泌液 突血 很多复杂的病发症的情况 所以呢 要是这个肝癌 它在一个 已经有很严重的肝化 肝功能已经不好的病人 或者他的肝癌 在一个手术 很难做的地方 部位 也不是所有的 肝不是上在哪里 都可以切除的 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将肝脏分成八个区 那么这个肝癌 为不在这个血管附近 怎么样啊 手术方面行不行 可不可以做得到 那么好了 所以这有一些病人 基本上就是肝脏医症 所以治疗 首先可以手术切除 可以通过射瓶 也可以 我们叫Cyber knife 那么这种技术 也是一种方法 去切除这个肝癌 那么最终 往往现在最好的 是肝脏医症 而是肝脏医症 但是这个也是最难的 一种方法 也是最难的 你知道香港 有多少肝源 对啊 那么所有 肝脏很多人 所以我富裕 是香港市民 其实 死了也带不走 要是有可能的 这个应该登记 做这个 器官移植的 这个捐赠者 我老早 所有的东西都签光 是吧 对啊 一早就已经签好了 但是有些时候 也是家人为反对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 我觉得肝脏移植 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往往是最好的方案 其实一个肝脏 可以救活几个人 可以救活两个人 基本上 你知道现在 尤其是夏兰大学 这个是我们夏兰大学的教 我们这个肝脏移植 是一样的 全世界领先 所以我们 另外一个 这是精神移植了 这是子女啊 或者是配偶啊 这个捐一般的肝过去的 如果说真的说是移植的话 对于这个肝的肝源的话 会不会要求很高 比如说一定要用 对我们有一定的要求 它的肝肯定可以是乙肝 或者是乙肝 那这个当然 它本身也没有肝癌 那么你最近也知道 有个习惯颜值 有中断 因为它发现 它甚至有射癌 就是全是没有癌症了 对不是单单肝没有癌症 那么它的这个血盈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过滤性病毒 比如癌症病啊 各方面都不可以有 总之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 对我们有一单的要求 肝功能 还有看它这个肝 够不够 每个人的肝的 大小 大小是不一样啊 有些大有些小了 它是很瘦了50公斤 那么你母亲80公斤 那么它这个怎么给你呢 是这样啊 对啊 所以它也要留下一部分吧 很好吃 它也要长了嘛 所以我们有很多因素考虑 但是一般根深移植是可行的 这是去到肝脏移植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根治的方法 往往是 如果说是之前的 比如说没有办法 只能说进行铺粉的这种器官的 就肝脏的切除 然后接着进来化疗电疗 电疗没什么用 化疗局部化疗 但是局部化疗是我们叫by time 局部化疗一般都是 只可以控制一段时间 我们用这些是platin 这种药 但是疗效不大 另外一个就是墨西加 是有标靶治疗 标靶治疗刚刚说过了 只不过是三个月延到四个月五个月这样 而且分分钟让你倾家荡产的一种治疗方法 对啊 很贵啊 这种标靶治疗现在太贵了 药物所以 药物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呢 或者是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呢 未来其实这样啊 因为我们通过 首先我们叫bench 我们叫实验室 实验室怎么去理解肝癌呢 一个是动物的无视 一个是人的组织 就是有肝癌的病人 它有什么基因的卷变各方面的 最主要是我们叫标靶治疗 就是等这个肝癌这个发检 这个途径搞清楚 然后呢我们用标靶的方法中断这个途径 要知道它怎么发检 有什么因子是增加 有什么因子是减低 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临床 所谓卷化医疗了 卷化医疗就是说什么呢 在病人有肝癌的跟没肝癌的比较 那么你才可以知道哪个因子 然后去了解这个基因 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肝癌发检 可以很大 因为所有的我们叫Pathway 它的途径 它怎么样演变成一个肝癌的途径 它有经过什么路 可以中断 多方面去中断 但是这个要一个一个个体 去个别的研究吗 不是 一般肝癌都有很多共同的途径 它是怎么演变出来 乙肝怎么样引发肝癌 肝癌从一个不是肝癌 变成一个很毒的肝癌 有一个过程 我们这个过程里面 它走的路 我们都搞得很清楚 现在大部分其实已经知道 现在就是堵了这个路 堵了这个路 其实就叫标靶治疗 它因为有一个标靶 就是说它逼近之路 我们就中断在它堵住打 在这里射箭 你知道就在这里 所以这种全是标靶治疗 我们都是用单抗 很多往往是单抗 Mono-Klonal therapy 小分子药 都是有点中断 但是这种药物的药费很贵 它有眷力保护 药场也要生存 可是它如果说是 只是一个贵就还好了 但是贵的话也只不过是说 把你的那个身体 拖延 对 只是一个延长而已 对 这很惨 我无数的故事 清浅荡场 后来家庭破裂也有 所以说做医生 也看到了很多的事态原料 所以最好就是普查 找这小概 砍掉它 赋予多些人可以捐肝 那么我们肝源做多些肝脏 一直跟着 小肝癌 我们切了一个小肝癌 我们还小心 因为怕它浮发 对啊 小肝癌在剃除了之后 比如说当时看到所有的指标 都会浮诊 对啊 但是因为这个肝脏本身已经 病过 很糟了 有肝化 有炎针 已经产生很多病变了 其他的地方也可以产生 这个所以就肝癌会浮发 肝癌浮发率 我们是现在用药物 抗病毒治疗 各方面可以在那减低 但是也不是源泉可以减低掉 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现在我看一年肝癌浮发率 起码要是有肝化的 百分之二十三十也有 很高的 是 所以我们要是可以控制着病毒 各方面可以降低 但是还不是源泉 还是这个肝本身已经走到后面了 它不是一个圆滑的肝 已经有很多疤 就是它的比较特殊的地方是说 它不是说突然之间有了一个癌症 它是之前经过了不断的病变 然后硬化 然后才到了这个阶段 是 所以说如果说有了这个 一旦说确诊了 说有肝癌 我相信它的那个治疗方法 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 手术也好 然后药物 然后或者说化疗 对啊 对啊 但这个病程大概一般来说是 要治疗多长时间 我最常的病人 我最常感染来的病人 现在有二十五年了 那这是个很好的消息 还是很厉害的 对啊是好啊 吸烟也可以有一百二十岁不死的 但是我觉得最好就是普查 小肝癌 要不是那你就很麻烦了 几个月这种很麻烦 有病症才知道是最糟的 上次 那么你这个什么 不要把根本拖延几个月 不要用很多钱 那我们一直在说 其实肝癌它前期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乙肝的病毒 然后乙肝 然后硬化 然后肝癌 那是不是说本身这个人 他没有这个乙肝病毒的人 其实他这一世就可以远离肝癌了 刚刚说过了 除了乙肝还有其他的过滤性病毒 比方讲饼肝 饼肝也可以 同样的导致同样的问题 其实饼肝的问题 感染饼肝比乙肝糟 在乙肝方面呢 我刚刚说过 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有 变成肝癌患肝癌 但是饼肝不是 饼肝有百分之八十五 就是你要我两个选一 我还是选一个 因为有饼肝很麻 但是饼肝现在 我们现在可以 已经有小分子药 可以完全跟它根治 所以这个事也是好事 但是这个药费很贵 你知道这一个饼肝 现在我们三个月的治疗 收费是94,500美元 那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得起的 不可 所以现在我这次我们 下两周我们要在美国公布 我们最新我们中国的最新的 也是我领导的桌 怎么样可以大幅减低疗层 这可以减低很多费用 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方法了 刚刚我们这个要发表了 刚刚我们出来了 那真的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所以科研 我觉得科研是学习 学习叫应用 不应用的不是科学 当然 我们做医生就是看病人 因为香港毕竟乙肝 或者说肝癌的病人还是很多 包括如果说去到中国 就更加的不得了 那从某一个方面 其实也是给你们 这个医务工作者 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因为你们有大量的数据 或者说病患可以让你们 我们科研走得很快 而且我觉得国内现在 科研资源已经超过香港 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着 这个医务工作者 能够尽快地研究出更多的 能够治疗乙肝也好 或者说肝癌也好的方法 最主要一国两制 好的朋友们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要跟您说再见了 今天的非常感谢 廖家吉医生 做客健康加油站 给我们讲解 肝癌的相关问题 随着医学技术的提高 新的治疗方法的产生 再加上科学预防病毒性肝炎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肝癌的发病率 能够显著的下降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你在我们 健康加油站的微博留言 或者直接发电邮给我 感谢您关注 由LSM集团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 健康加油站 好的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